以下节目是由卓越财富集团 Jenny Chen NBA赞助播出 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商界总横 我是Mina 李时平 那在这一节的商界总横呢 我们将会探讨创业和避免经济间谍案 那请到的嘉宾呢 有卓越财富集团的副总裁Jenny Chen 那Jenny呢 她除了是百万元桌 top of the table顶尖那个会员之外呢 她同时呢 也是百万元桌 国际百万元桌的 UX Tax Planning Committee 以及UX Protection Committee 那同时呢 Jenny呢 也参与了很多国际的那个百万元桌 理财金融理财的讲座 那她曾经呢 就到过澳大利亚 美国 加拿大 韩国以及杜拜法国等地来演讲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 是湾区的律师 那她叫那James Kai 蔡律师 两位好 明娜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呢 我想非常的感谢 各位新老客户的大力支持和鼓励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呢 非常感谢有一位贵宾 她既是我的客人 也是我好的朋友 那James Kai 蔡律师 你好 建宁你好 是那蔡金明律师呢 她是非常资深的这个法律的律师 她曾经呢 代理了这个Intel啊 或者是Yahoo啊 还有很多中国的 非常大型的国际公司的这个法律的顾问 那在今天的这个作业人生 这个财富解码的这个节目中呢 我们就一起跟Mina 还有James呢 我们来一起来谈一谈 就是这个在美国创业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holding是最好呢 还有呢 最近发生的这个经济的间谍的这个案件 怎么样避免被起诉呢 首先呢 这个蔡律师我想请教一下 那现在的话很多在湾区的这个工程师呢 都有一个创业的梦想 这个梦想非常的这个完美 也很难得 但是呢 有时候梦想跟现实结合起来的时候 就会出现有一些非常多的一些不如意啊 或是一些经济的纠纷啊 那到底像这样子的这些工程师 他应该在创业的时候 到底从设立公司开始啊 到底在美国公司设立呢 在中国设立呢 还是尼汉公司设立啊 或者呢 在他们怎么样保护这个知识产权的时候 或者呢 就是像有些这个初创的这个资金投入的时候 怎么样避免一些风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应该怎么样建议他们呢 嗯 对 这是个蛮大的话题 但是我基本上就是说 如果一个初创企业 你要先决定你这个将来的这个 未来的这个出入 所谓的AXIS Strategy是怎么样 你如果你要上市的 准备上市的 那你基本上是成立的是一个 corporation公司的形式 你如果说你是一个 比如说资讯行业 或者是其他投资行业 不会将来上市的 那你可以考虑成立一个 叫LLC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嗯 那因为那个是需要由所有的Member来同意的 所以不能够随便加人进来 那就没有corporation那么自由和灵活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你要先要这一点你要考虑 还有考量的就是说你是你的这个收入 公司的收入是不是在海外为主 还是在以美国为主 那如果你是美国为主的话 那我就建议你就是说你的这个holding company 是一个美国的公司 那有些客户 我很多客户 他在亚洲 特别是中国台湾香港那些地方有一些收入 很多的收入 那我就可能建议就是说成立一个离岸公司 离岸公司来开始 嗯 他这样还要在美国缴税吗 离岸公司的这个税务在美国以外 是不需要向美国政府交税的 但是他在美国产生的利润是需要向美国政府交税的 是的 而且就是说你如果你是拥有离岸公司的这个stock股票的话 那你每年也要向那国税局这个披露 非常好 对 我想呢这个就是公司的设立 同时呢 那想到在我们湾区 最近的话大家吵得沸沸扬扬的 有个事情就是五月份呢 这个中国天津大学的一个教授张浩 他呢被这个控告呢 是这个经济的这个间谍罪 是 那现在大家都非常shock 同时呢也非常的这个觉得奇怪 那到底是一个知识产权 这个纠纷引起的这个经济的这个间谍案件呢 还是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另外的话呢 最近也是出现了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华裔的专家 被这个联邦的话 就是当做间谍的罪逮捕 但是呢后来又无罪释放 那对于我们湾区的这个很多的华人的这个就是工程师来讲话 他们也现在在开始 就是在觉得有点坐立不安 到底会不会成为联邦的这个就是锁定的目标 那对于这种情况您是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就是说美国有一个叫出口管制法 叫Export and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 简称叫EAR 那个EAR就规定就是说 有一些技术 在美国的产生的技术是民用和军用都可以的 那它基本上就是有十大类型的技术 它需要有如果是你要向美国以外出口 或者是甚至在美国向外国人披露的话 都需要一个批准 那批准的机构呢 就是美国商务部的叫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那那个十类的这个技术呢 基本上包括航天导航航海 盒子技术 化工技术 材料技术 软件电脑 还有一些好像是加密技术 还有还有一个是航天技术 基本上这十类 那这十类就非常广了 几乎在我们中央区就可能 90%的电脑那一块就已经很广了 那所谓的这个license这个部分呢 就是它也不是说是全部就是不批准 它有一个叫balancing test 就是说它根据你的这个终端的用户 在什么国家 什么客户 它都会有审批 那与此同时呢 还有一个法律叫ITAR 叫International Traffic of Arm Regulation 那就是武器禁运的一个协约 那这两个协约就是有所不同的 一个是ITAR是完全是按照武器方面来的 导弹啊 这个强炮军用战艇这样子 那有几个国家是完全禁止的 三十个国家左右 那中国是在其中之一 就是说美国不会像中国最后这个军武器的 那个EAR呢就是两用的 民用和军用 那你如果是个工程师的话 你要就非常之注意的 你的这个基础是不是在那个石类的基础里面 如果你是说 比如说你是说太阳能 或者你做一些农业或者食品的基础 那可能就是不在那EAR里面 你就不需要担心这一块 是的 我想呢观众朋友 那这一块呢 我觉得这个蔡律师讲的非常的清楚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最近呢中国大陆的公民 到美国来投资房地产 真的是非常的热络 那我有一位客户呢也是他这样子转到这边来做很多的这个房地产的投资 但是呢现在很多人也没有去注意 就是说到时候销售或者是赠予或者是这个遗产的时候 这个部分怎么样去control 因为呢外国人的话这个遗产税的免税额是6万块钱 比如说你今天有几百万的话 到时候免税额是40%到45% 那你觉得在他们在投资这个美国房产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 我觉得这第一点要注意就是说你自己将来的总的计划 计划是将来成为美国的绿卡或者是公民呢 还是说你没有这个计划 只是一直保持外国人不入在美国这个身份 因为这个是第一步的考量 那如果你将来准备成为这个绿卡或者是公民的话呢 我觉得你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去购买 因为也有些税务的好处 比如说你住两年夫妻可以有一定的50万的免税 增值的免税额 那绿卡的话你那个遗产税的这个免税额是一个人是546万 我记得是这样子 我们谢谢蔡律师 那个Jenny你要不要跟观众朋友讲一下你的电话号码呢 好的是我想了今天我们真的讲的意犹未尽哈 如果观众朋友非常感兴趣我们今天讲的topic呢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下周的这个讲座 我们讲座的报秘电话是18772538288 1877253828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